各位股友晚上好 今天是2021年的5月20号星期四 美股盘前 首先这个5月20号先祝老铁门 也算是个情人节对吧 情人节快乐 今天我要跟大家讲一个小市值的公司股票 大家也知道其实我还是比较偏爱那些个小而美的公司 因为小而美的公司 它比较容易获得这个翻倍以上的这个回报 对吧 甚至五倍十倍都有可能 但它的确是更像是风险投资 因为你要知道 百分之可能是百分之七十的小市值的公司会挂掉 如果从数据统计上来说 那真正能够成长并且变成独角兽一样的企业的 这个小市值的公司 实际上是极少数 甚至叫凤毛麟角 所以这个其实是非常考验 这个你对公司的价值判断 以及它的成长性的判断 这个都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当然这个事情也没有 因为它是在一个很长的时间里面去 一步又一步的这样去验证 所以你并不是说 即便你现在投了一个小市值的公司 它也不可能你买 然后它就挂了 那你属于真的运气很不好 眼光也很不好 那实际上它在一个很长的过程当中 它会走出一个 根据它各种各样的情况 它会走出一个上升下降 甚至跳崖式的 对吧 这个火箭发射式的上升 也有可能是跳崖式的下降 这个都有可能 是的 所以它的风险是比较大 那么正因为这个原因 其实在无论是在各种平台上面 无论是B站还是油管上面 对于小市值公司的介绍的人不太多 也不太敢介绍 对吧 那我比较特立独行 我敢 我会说 但还是这句话 我不构成 我只是把我研究的心得 以及我的操作 以及我的持仓 我通过这样的节目告诉大家 并不是说我要你去买 我也不是创价 我也不需要你去拉抬股价 这个都不需要 我只是一种分享 所以千万别误会 自己要去做出自己独立的 这个投资的决策 并且为自己的这种购买的行为负责 那如果有机会 我会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是如何系统性的去防范风险的 我并不是说我看好一个东西 然后我把所有的仓位压保 压在一两个上面 其实我不是这样做的 正因为风险投资的思路 所以你其实是赢得起也输得起的 这个是一个前提 那好的我们简单来讲一下 我们我今天要给大家 这个做的一个分析的一个公司 这个公司名字叫 这个Armtech System Mtech吧应该说 Mtech System 股票代码是ASYS 这是一家美国的半导体设备公司 它是就是 它其实是在半导体制造领域的上游 它是一个上游供应商 是为半导体行业 半导体的制造业来提供设备 机器设备 就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细分的行业当中 那么这样的 其实我对这个半导体的这个方面 我做过两期节目 一期就是 第几期 我不太记得 大家去翻一下 球签尺 球签帐 就那个 访问量很大 大家可以去我的复兔帖子 可以看一下 或者是 我们的B站 或者油管 都有历史的节目 就关于半导体制造产业链上的那一期 那么 后面多多美洲矽谷又介绍了一期功率半导体 那也是跟今天这个标的是高关联的 功率半导体 这个功率器件 这个行业 实际上今天介绍的Assist 其实是功率半导体的最上游的公司 它为功率半导体的厂商提供 提供制造的机器和设备 就大概是这样好吧 那么 我们来看一下 Mtech System这个公司的基本面 这个公司呢 它是 除了它是一个半导体设备的供应商以外 它 其实是专注于功率半导体 也就是说 所以这就是我讲的前面跟两个 就是一个半导体制造行业的上游 同时又是功率半导体 所以它是专注于在功率半导体的部分 实际上这个公司 它有三个产品线 对应的三个子公司 他们所 由于他们的设备制造出来的产品 其实在各行各业都很多 而且这个公司在前几年 它其实不只是在做半导体的部分 它还有涉足比如说LED照明 这个新能源 那个这个多金龟等等 这个上游的设备所需要的一个上游设备的提供 对吧 但是 这个公司好像从去年前年开始 他们把那个叫 新能源领域 好像做了一些调整和处理 然后他们现在是非常专注于 这个叫半导体这个领域行业 我相信他们是看到了 半导体这个行业的高增长 这个不是说半年前 半导体行业这个产能受限 他才看到了 我相信这个公司是比较有前瞻性的眼光 特别是针对这样的小公司 你说 它的产品适应面是很广泛的 那是不是我什么行业都做呢 他们的选择是我 我觉得这个行业 半导体这个行业更有前景 需求量更大 或者是更有竞争优势 所以他们做了果断的取舍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我觉得 这个他们对定位这件事情 应该是有深入的考虑的 大概是这样 好 那么关于基本面部分 我再稍微展开来介绍一下 就是这个公司 它对应的三个产品 是哪三个产品呢 它一个产品叫 Pierre Hoffman的抛光机 抛光机是一个什么东西呢 它就说 应用其实是比较广泛 半导体领域 那个生产晶圆 对吧 生产晶圆的时候 它其实是要把表面 给它磨光 抛光 磨得非常非常平 这样它 这是一道工序 这样后面的工序才是说 比如说通过光刻在那个硅片上 把它印上去 照上去等等 所以在半导体的领域 它是需要用到这样的一个流程 需要用这样的设备 对它进行抛光 那么抛光的时候 其实它的三个业务里面 最让我一开始 眼睛一亮的是 就是这个抛光机 因为抛光的时候 它一定还会用到很多耗材吧 那我觉得现在半导体那么紧张 这个产线爆满 这种情况底下 耗材肯定是大量的使用 那你抛光的时候 你不可能不用耗材 肯定有 对吧 所以呢 它的那些客户里面 对吧 在使用了它的抛光机的之后 它一定会 不断地跟它订耗材 这也是我讲的 就对生意模式的理解 这种生意模式是很好的 那么第二个板块呢 它的第二个子公司 这些都是它在若干年 这个过程当中 一点点通过 收购得来的 然后合并啊 就这样 它的另外一个子公司 叫Bruce Technology 就是Bruce 它做的是什么呢 是扩散炉 扩散炉是一个什么呢 扩散炉是 也是在半导体 制造的领域的时候 它有一个 加热 放在里面 就晶体生产 加热 反正半导体里面 有很多很多工具 扩散炉就是 它是个炉子 炼芯片 炼芯片 就放在炉子里 要炼一下 那就大概是 跟炼弹 可能也差不多 你简单理解就这样 这也是不可或缺的 一个步骤 整个半导体 从沙子 变成晶圆 整个过程 最后刻好了 光刻刻好了东西 最后变成一个 可用的芯片 它可能通过了 至少五六十七八十道工序 那放到这个扩散炉里面 像炼丹一样炼一下 肯定是不可或缺的 那BlueStack 它在水平扩散炉 这个领域里面 它也是很不错的 然后第三个产品线 是BTU的 BTU International的热加工 热加工 热加工这个产品 它是这个设备 是用在哪里呢 它是用在封装领域 就芯片你制造出来 它其实是最后一道工序 要去做封装 封装也很重要 那么 这个BTU的热加工 一个很大的机器设备 就放在里面 它跟 也是一个炼弹炉 就最后一道炼弹炉 就大概是这样 好吧 那么 实际上在这三条产品线上 来说的话呢 我认为 我稍微做了一些 这个行业内的 这个找朋友 去验证一下 说他们这个 相关的产品 他们在 市场当中 出一个什么样的竞争 优势和地位 对吧 我 简单来分析 细分一下 他的 Pierre Hoffman的 抛光机 Blues的 那个扩散炉 它主要是用在 晶体制造 就半导体晶体制造 设备里面的 比较开始的阶段 那么 BTU是用在 这个芯片的 后面的阶段 在封装的领域 那么BTU呢 应该 他们是做的 相对来说 这个领先程度 是比较高的 我的一个朋友 通过日月光 日月光 日月光是 台湾的封装的大厂 也可能叫世界顶级的 芯片封装工厂 据说 据他的朋友说 这个 日月光里有 就是我 我把那个 BTU的那个 设备造型 图片 发给 我的朋友 我的朋友 说 那个 我好像 因为他不是 生产线上的 他说 好像就是用的 这个设备 这个和那个 SIS他之前 做过公告 说 获得了台湾 台湾顶级的 这个封装厂 的订单 这个不谋而合 那我相信 这两个线索 一验证 那 在这个领域 那 是挺好的 一件事情 那么 第二个部分 我会认为 我们需要去看一下 他现在的 业绩情况 财务情况 因为现在这个时间 是非常重要的 财报的时候 那么 SIS 他 一周前 两周前 刚公布了 他的那个 季报 那么 最近的这个季报呢 他目前还是亏损的 但亏损的 额度不大 每股亏损两分 两分钱 季报 那 对比于去年同期呢 他其实是增长了 因为去年同期 季报是 亏四分钱 所以增长了50% 对吧 增长了一倍吧 或者这样说 那么 他的营业额呢 是 1979万美金 所以 差不多 快2000万美金 对吧 那 季报的营业额呢 同比增长了36.36% 而且他 预计 接下来的这个季度 也就 也就现在这个季度 预计会 增长到 2200万美金 也就是说会 季度的环比 会增长10% 那么 从这个角度来说 他的增长速度 还是不错的 因为 你季度增长10% 那你 年度增长40% 50% 对吧 而且他 可能 还会超过这个预期 因为有这个行业 发展 然后客户 半导体 稀缺 对吧 半导体太紧张 对吧 芯片太紧张 等等这些因素 那一定会催生出 上 就是 这个中油 就是半导体生产的企业 它会扩产 那么对于上油来说 那他的设备 肯定会 比正常的时候 会卖的更多 就大概这个意思 那我会说 我们 也要分析一下 说 这个公司 外部的利好因素 有哪些 那我会说 外部利好因素 是 他的下游客户 各个芯片公司 其实芯片 芯片厂 其实是挺多的 不是大家看到的 那么少 不只是台积电 联电 中芯国际 三星 这些公司 其实还包含了 大量的 IMD的厂商 IMD厂商 大家会比较 相对知名度 就没那么高 比如说一些 汽车厂 汽车芯片的 IMD厂商 比如说那些 功率半导体的 IGBT的那些厂商 所以你去看一下 我的那两期节目 你就会明白 这个芯片到处都是 芯片是个 基础材料 大概是这样 那么外部利好的因素 是说功率 芯片仅缺 芯片厂扩产 各种各样的 芯片厂扩产 包括功率半导体 特别是功率半导体 我认为 接下来功率半导体 受惠于 比如碳排放的政策 今天无论你是 你要搞电动车 你要搞新能源发电 那你一定会需要 用到大量的 这个功率调节的 器件 所以 这种 而且是比较大功率的 大电源功率的 那这个领域 它就是 IGBT 对吧 那对应的 IGBT的公司 我们那期节目也讲了 比如说类似 斯兰威 这个国内的 像斯兰威 华人威 国外的就是 IGBT的模块 像ABB 这样的公司 对吧 很多 那么在汽车半导体领域里面 它就会有 像 英飞龄 伊法 TI 安森美 瑞萨 对吧 日本 瑞萨 等等 这些 这些都 都是 其实都称之为 MTEC 就 ASIS 这个公司的 下游 可以接触得到的客户 对吧 我也相信它应该可能已经 跟我刚才 说出来的那些名字里面 肯定会有那么一两家 已经成为客户关系了 因为这个公司在3月16号的时候 有过 发过一个公告 它说到 它说它是收到了欧洲 一个顶级的 这个 这个厂商 就半导体厂商的一个订单 然后买了它的那个 Bluestec的扩散炉 所以这也验证了 它的Bluestec的扩散炉 在功率半导体领域 应该是一个 比较有利的竞争者 那么 它的抛光机呢 它说它比较厉害的地方 我看它的网站 它比较厉害的是 它是全球比较独特的 叫双面抛光 它可能是 当时为了做 要不然 不一定跟半导体有关的 半导体 我相信它可能 戴面泡就可以了吧 就大概是在 好 那么我们来说说 这个 Armtech的 股价 目前来看 股价 我给大家 拉开来看一下 Armtech的股价 现在是处于一个 相对的 还比较 价值的 低位 也不叫低位吧 等一下 好 Armtech 昨天的收盘价是9块02分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公司的 叫它的总市值 你看 1.28亿 1.28亿美金 好小啊 对吧 手上拿着三个 有三个不错的产品 而且各自在戏份市场有 还不错的知名度 总市值1.28亿 我觉得拆一个单格就应该值这个价钱 我觉得 我觉得 然后我之前就见现在被套 对吧 我买了三次 买了三次 现在套 我一点都不担心 然后它 它的9块02分 9块02分 我看一下 9块02分 如果我们来看周线的话 它其实差不多是在 就底部的价格 差不多在6块钱左右 我认为在这种位置 你看 周K 周K已经很说明问题了 那 月K 也是在这个区域 那 如果是从6块钱 这个 这个底部来看的话 它现在9块钱 那我会觉得 对吧 这个 这个幅度的上涨 对比于 现在这个环境 紧缺 它的利好 它的业绩 涨了50% 这太少了吧 对吧 就大概 我的感觉 我的感觉 大概是这样 所以 总的来说 我认为 它现在的股价 非常有诱惑力 我最高的时候 可能是 我之前还 做过一些期权 然后买 期权买入 12块5 我记得没错 当时 当时被我 行权了 就买了一些 就大概是这样 这个是关于 它的股价的部分 我们再回来 我现在有 有 有一定的磁仓 不是特别重 但是也 也不算很轻 五六千股吧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别的 这股价的因素 任何时候都要考虑一下风险 对吧 那所以 我认为 Assist的风险 我 就是 半导体 上游设备 它的竞争对手 都异常的强大 它竞争对手的哪些 比如说 我们那期节目 也介绍过了 应用材料啊 AMAT 应用材料 LAM研究啊 LAM研究代号是 LRCX吧 然后还有柯磊啊 对吧 就类似这样的公司 非常大 市值超它很多倍 我可以看一下 AMAT AMAT是全球最大的半导体设备公司 AMAT 看看市值多少 1145亿 那它 它 是 是它的一千倍 接近一千倍 好吧 所以这就差别嘛 风险就是 竞争对手 像神一样的强大 然后半导体上游设备厂商 会不会是赢者通知 或者叫强者很强 有可能 因为这种都是技术含量非常高 对吧 或者是一个半导体制造 像比如台积电这样的公司 那些能够提供 新链制造那么多工序里面 从强者很强的原因 我觉得是 当它在某个工序上 用了AMAT的那个产品 或者是 那下一道工序 AMAT 就应用材料也有 同样的 这个功能的设备 那你是不是要搞配套 对吧 这就是原装和组装的差别嘛 但有一些东西可能 应用材料不行 比如说光刻 光刻你就找阿斯麦 对吧 否则的话 如果有选择的话 那AMAT就 就就就 就比较有优势 所以是有这个道理的 所以这是我认为 他的竞争对手异常强大 可能对他来说 产生了一个风险 那风险背后 当然也是机会 好吧 其他的风险 其他风险就是 比较通常的风险 叫小市值的成长型的公司 估值 估值被杀 对吧 那因为他 他还是定义一个高速成长的公司嘛 对不对 那么我们另外一个角度 要来看看他的吹花剂 就是什么 什么要素发生 会 会刺激他的股价 往上 对吧 风险是 一旦这样的事情发生 都往下 吹花剂 我会认为 现在美国的 国会 正在讨论 很有可能通过 而且高概率也会被通过 就是 芯片产业的 这个资助计划 号称超过500亿美金 520亿美金 等等 那么 当然 我 我这个 这个 这个计划 一旦被通过 对 Armtech来说 一定是个利好 只不过 利好到什么程度 不好说 那 情绪上的利好总有吧 那么另外一个是说 这个500 500多亿的美金 如何分配 我会说 如果从公平的角度来说 像应用材料 这样的公司 美国的 这个半导体设备的公司 这公司大得不得了 这个产品供不应求 那他不太需要你 用钱去帮助他 自己他 对吧 那么 包括台积电 或者是 在 在Fabless的工厂 比如说像 那个 这个 这个 苹果 对吧 我觉得 这样的公司 也是出于一个情况 你给他钱 也不能帮他解决什么问题 那 如果 真的是 要解决这个行业 产业链的问题 那现在不就 投资扩产吗 投资扩产 你把钱花在 刀刃 刀刃在哪 你给台积电 他也不会变系法 一下就给你变出来 我这个工厂 马上就 就能开工了 然后能生产 5纳米 3纳米的芯片 不可能 所以 真正能起到加速 我认为就是 去帮助那些 把钱花在 那些个上游设备 提供商 因为那个是水的源头 所以 你把钱给他 让他用钱去解决很多 他背后的供应链上的一些问题 我认为 这个 如果美国人聪明一点的话 他应该去 去资助 这些个公司 而在这些公司的列表当中 像应用材料 这样的公司 其实这么大的公司 他是不缺生意的 他也不缺钱 他也不太需要你政府的帮助 而 AMCIS这样的公司 这样的小公司 在这样的情况底下 他 你给他钱 真的可以大大的帮到 他们 能够生产更多的 设备出来 能够让 更多的 特别是 功率半导体行业 功率半导体的制造行业 或者是 汽车半导体的制造行业 他们会 会更容易把产能扩出来 所以 我会说 这应该 这个国会法案 芯片补助的法案 如果通过的话 它是一个 很好的催化剂 那么 另外一个呢 我会说 AMCIS这个公司 成交也不是太活跃 市值也很小 总价值也很低估 这也意味着 资本市场对它 不是太关注 但一旦 资本 很多 有一些机构 或者是 有一些分析师 提出来说 AMCIS其实是一个 很好的公司 它不缺那些卖点 比如它的 那个三个产品线 它所出的 这个半导体 尤其是功率半导体 领域 它所 它所 这个设备 所具备的竞争实力 那很有可能会 被大家关注说 这真是一个 很不错的小公司 那一点 一点几个亿的 失职 变成 对吧 翻个五倍 也就失忆不到 是吧 大概是这样 然后第三个催化剂 我也会说 公司公告 有一些大牌的用户 就是它的下游的 大牌用户 但它没有指出名字来 那有可能是因为 基于商业机密的考虑 比如说 它也没说 是日月光 它也没说 这是 它欧洲的订单 是哪个客户 是 我猜 要不然就是 异法半导体 要不然就是 英飞零 对吧 剩下我也猜不到 但如果这件事情 被 被更多的 类似的 客户 被 这个订单 被宣传出来 那我会认为 这对 AMSIS 就会是一个 巨大而强烈的垂滑机 另外一个 我觉得也有可能 假如 我是 科磊也好 我是 应用材料也好 我是 那个拉米研究也好 就大厂 对吧 这个 前五大 半导体设备 大厂 我看到一个 这个 专注于 细分的领域 叫功率半导体 这个设备 也不错 对吧 市场也打开了 大客户也 也开始认可了 那我不如把它收了吧 对吧 一点 一点五亿 我花五个亿 把它收了吧 那五个亿 对这些 应用材料 这个级别的公司来说 五个亿算个毛线嘛 对不对 收了就收了嘛 所以 我会认为 他们这个 这三个产品线 通过这个 十几年 二十几年 这样的一个 一个锤链 我认为这个价值是蛮大的 那介绍一下 我市场 我之前 我刚才给大家看了 我在一个多星期之前 以及更早通过一些 期权行权的方式 我持有了 五千多股 还有一些期权 没到期 所以 会超过这个数字 我会 我会 耐心的持有 至少 至少反备 对吧 我希望它能翻十倍 所以 简单来说 这个结论 我认为 AMSYS 它 挂掉的风险 不大 就是 它最大的风险 挂掉 1.5亿美金的 市值不见了 它变成 10亿美金的公司 我认为 这概率不小 然后现在的估值 也非常的 涨幅也不大 获利盘也不大 现在估值也比较合理 然后这个公司出于一个 马上就要盈利 而且是在一个非常不错的赛道当中 非常有利的一个赛道 非常有利的一个位置当中 所以 我会觉得 这样的股票 我是非常愿意赌 那你赌不赌 我不知道 这个股市有风险的 赌也是有风险的 反正 我小赌可以吗 我就拿一点点仓位出来 赌一下 这样的机会 我肯定愿意 但是 我建议你别赌吧 建议你别赌 万万可以 不要赌 因为赌输了 你要怪我 我也受不了 大概就是这样 这就是 大家一切 明天关于这个公司的分享 拜拜 我们下次再见